大温地区风和日丽 我是女地产经纪Jersey Lee 今天我带大家来到8149 Laburnum Street Vancouver 在温哥华西区Southwest Marine Drive 这个区域 豪宅 688万加币挂败价 相当于3000万人民币 这样的豪宅到底是什么样 Let's go 请不就是钱吗 慢慢而还呗 在温哥华一个豪宅的价格 主要是靠两样东西 一个是地 另外一个是房 我们先来看它的地 这块地一共是1万尺 它的面宽就有73尺 它的纵深138尺 这样一个1万尺的地 在寸土寸金的温哥华西区 你知道是多难得吗 而且它的地是南北通透 在国内我们讲究的是坐北朝南 因为前院才是中国人活动的主要区域 而在加拿大讲究的是坐南朝北 因为后院才是大家起居娱乐的地方 我带来到后面看一看 你看这它绿化做得非常好 一排树墙 小哥哥你背影好帅 这个区域啊我跟你说 它在只要开10分钟距离下 就可以到UBC大学 5分钟呢就可以到Magee Secondary School 或者是McKenzie Elementary School 非常的方便 我们来看一下后院 后院不大不小 因为你小了显得憋屈 大了呢又显得太空旷 它这样一个区域呢 小朋友可以放 trampoline 它还跳床 大人呢可以放上这个 BBQ machine 你看还有小松鼠 所以它这里的绿化 非常的清静自然 屋主啊平时还会在这里打一打 这个高尔夫球 这里真的是非常适合自住的一个豪宅 你看这里 这里可能大家比起来必富 我们住的房子都要大 但这只是一个五个车位的车库 周一到周五可以每天换一辆车 这就叫豪横 688万加倍的豪宅 到底是怎样豪横 从门开始 大家看这个入口 这样的拱形门 有没有很像法国的凯旋门呢 我们来往里走 这个门啊 它真的很厚实 造价应该不符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映入眼帘的第一眼 就是它的水晶灯 在这个宅子里面 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水晶灯 在每一个房间 基本都 大家看这个楼梯 旋转式的楼梯 有没有很像杰克罗斯 在铁达尼后里面 女主人缓慢地从上面走下来穿着长裙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哇 来我们开始往我的左手边走 这里的起居室啊 方正无通透 这里呢是它的会客厅 这里呢是大家朋友聚餐的地方 你看又是水晶灯 水晶灯 当然它这里很多家具啊 它是用的是staging 比如我们说是为了卖房 所来租卖临时的这个家具 如果你自己积住的话 很可能用的是更高一些 质量更好一些 这个桌子啊 那你帮我一下 好多好看的水晶灯 大家看到这里啊 是一个中式的封闭式厨房 你看它有明火的灶台 全都是Millet的全套 那这样呢 就是不管是女主人 或者是你请一个保姆在这里 把门一关以后 外面该怎么party 怎么party 里面可以邮件水泼在这做饭 对吧 我们往外走 你看这里到了它的这个 开放式的西式厨房 你看它这里是有电磁的这种 老外喜欢的这种 好 再到这里 它有Millet全套的咖啡机 厉害了我的歌 微波炉 还有烘烤鸡 烘烤鸡 用名讨县哈哈哈哈 非常大 足够空间的 内置式的冰箱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Monitor 还有它叫Kitchen Town Kitchen Counter 这个地方呢 一般是这个西方家庭 朋友聚集 家人聚集的地方 这个小费物呢 基本上是就是家人 在这里吃饭 或者是说打麻将的地方 你丢一个事情呢 那么这里呢 就是它这个主人的这个起居室 带来的家人在这里看看房 看看电视 阳光非常的空洞 哇哦好喜欢这种整齐和素雅 你在看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房间 家人的聚集室 还配上西种间和淋浴室 这里呢一般比如说你家里 请个保姆 保姆在这里 或者是呢 家里有老人的话 不愿意上下楼 那就可以住在一楼 那我们再回到入门的地方 这边的豪宅啊 一般呢 在门口边上会设置一个书房 非常有主人的霸气和控制它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还有一个手字母J 应该是给侄儿写的 我们来感受一下什么是男主 你过来啊 啊 这个房间里呢 可能缺了一样的 那就是这边一个监控屏幕啊 看看员工有没有突然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那下面我们去看看楼上是什么样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楼上是什么样 在上楼之前呢 我一定要贴一嘴 它的这个旋转式楼梯啊 要比我们家用的 直上直下 横平竖直的这种楼梯 要造价贵很多 仪式感是非常强 我往上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水晶式吊灯 和高顶 我们往下看 可以看到地下室 11尺的这样一个高度 我们往侧面看啊 因为它用的是我们上机甲的那种强制 非常素雅的颜色 配上精致的molding装饰 完成一个非常轻奢的风格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们给这个吊顶大灯一个特写 您可以看到它是三层式 皇冠一样的 就是水晶吊灯 没有两万块加笔 因为你都下不来 再看这个高顶 有没有很像 罗马教会 这个大厅里面的这种高调顶 非常有戏牌 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 这种房的楼上 这里呢一共是四房 四位 三个卧房 加一个主人房 我们先来看看卧房 大家看 这是其中一间客人房 非常的阳光非常充足 大的窗户 大着床 还可以放上两个night table 洗手间 有淋浴 有沐浴 洗水吃 处医空间非常充足 一般人的家庭 这就是主卧的风格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间客房 这里还没有放上那盒 床或者家具 你看到这台有一个布鲁式的衣帽间 洗手间 洗手间 一样 有淋浴 有沐浴 我们现在看一看主人房到底是什么样 哇 这里就是我们的主人房 你看这样的空间 king size的大床 加上两个 exercise的这个 大的night table 阳光十分充足 而且又不会很热 因为这里都配有整栋房子都配有了空调系统 还有它的这样别墅心裁的这个吊顶灯 我们来看看它的布鲁式的衣帽间 主人房就是不一样 空间更加的大 而且一般啊 这种好家 它中间会配一个放表 放首饰的这样一个收藏的一个大柜子 每一层都有抽屉 就更显豪横 我们再来看它的洗手间 首先第一个先看它的马桶 只要我扣进它 你不要过来啊 自动的 再来看它的淋浴室 落雨室淋浴头 冲灵室淋浴头 还有内饰室 在墙面上 这个按摩一项淋浴头 再来看看它的 这个hot tub 这里每一个孔都可以喷出水来 有按摩的感觉 如果你要淋浴 你可以把它拉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房间的智能系统 作为主人房 只要你一出房门 就可以用这些按键来控制整个家庭 还有你的安保系统 如果需要清洁的话 只要把这个打开 抽出吸尘器 是不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这里呢 是最后一间客房 同样 有步入式的衣帽间 有淋浴有沐浴 阳光充足 对着外接 下面呢 我们来到这座豪宅的地下室 哇塞 这里能叫地下室吗 这里有三房 两位 还有一个影音室 一个吧台酒窖 还有一个桑拿房 11尺高的顶高 作为曾经的篮球运动员 我试着跳了8次 都碰到它底 你跳100次你也摸不动 来 您来看一下这座吧台 还有酒窖 当然这里的存酒呢 都是staging动员 如果是侮辱自己的存酒 估计用它的存酒 买这样另外一个house 都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其中一个卧房 当然作为这样的豪宅 出租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有朋友过来玩 喝多了 想要是住在楼下 完全是没有问题 而且配有自己的洗手间 有淋浴有沐浴 在它边上呢 还有洗衣机 烘干洗 来 我们往这边走 来 我们往这边走 诶 摄影师可以拍一下 从下往上看 这样一个高调点的 雍龙滑贵的感觉 你看作为地下室的大厅 这里的阳光是多么的充足 还有一个镂空 这样一个设计 让阳光可以自然的放下来 我们来看豪宅必备 影音室 投影的大萤幕 加上软包的壁橙 起到很好的隔音效果 还有它这样的星空点 让你的party 思逗 绝对是全程最热 不论是什么样的疫情 都阻挡不住朋友聚会的热情 哈哈哈哈 一个字 绝 那么这里是另外一个房间 我的右手边呢 这里又是另外一个房间 这里是撒纳房 还有一个浴室 这就是你的豪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